Hello 大家好 我是Natalie 今次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我最近很喜歡的化妝品 因為我最近熱愛買化妝品 所以有很多我很喜歡的推介 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介紹一件我想介紹的化妝品 這件是ETUDE HOUSE MINERAL MAGIC ANY CUSHION 它有SPF 34 PA 3 這個顏色是MAGIC PEACH 這是ETUDE HOUSE MAGIC ANY CUSHION 這個粉底是近期最流行的氣沾BB CUSHION 它的顏色好像有3個 好像有3個顏色 我自己買了這個MAGIC PEACH和MAGIC PINK MAGIC PEACH就是這個顏色 相對來說比較白一點 遮瑕度我覺得比較高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的 是比較有美白的功效 另外MAGIC PINK 其實我自己覺得比較透亮一點 美白成份我自己覺得 就比剛才的MAGIC PEACH會低一點 但是我自己也挺喜歡的 因為它是有亮白的 還有讓你的皮膚比較透亮一點 但是美白成份比較低一點 但是這個呢 可以看到它很透亮 很亮 是透一點 但是相比之下 是沒有剛才那個那麼白的 而且它遮瑕度 就比剛才那個 我覺得比較低一點 看你自己想要遮瑕度高一點 還是亮白的 還是透薄一點 我自己就兩個都很喜歡 所以就兩個都買了 對 一個就是MAGIC PEACH 一個就是MAGIC PEACH 大家可以去試試看 看看你喜歡哪一個 還有這個呢 我覺得它的持久度也挺高的 因為平時我很懶得化妝上學的時候 我就會用這個MAGIC CUSHION 用了它之後呢 就會上粉底 上完粉底之後 就畫眉 還有畫眼線 很隨便 那就會上學的了 但是呢 比如早上完課到下午 到晚上回家 都不用說怎麼補妝 不會說怎麼脫妝 我自己就真的很喜歡它 而且它不會有出油 所以就算你說完電話 也不會說黏油在上面 所以我自己就很喜歡它 非常推薦給大家 對 那第二樣我想推薦的呢 就是這個 Essence Essence Eye Sorbate Eye Sorbate Eye Sorbate 它扭開其實是眼影來的 那這個眼影呢 它摸下去就好像 摸蛋糕 或者好像摸 雪糕 它呢 是有彈力的 那呢 它呢 非常之有眼色 給大家看 非常之上色 那而且呢 我覺得呢 它的持久度很高的 那還有呢 它的閃份 很細滑 那所以呢 呢 上起硬度的時候呢 是很美的 那我就想給大家看看 它上完之後呢 其實呢 它呢 就是有 Bling Bling的 但是呢 又不會說閃粉 非常之粗 而且好像很亮 它的閃粉 是非常之幼細 那所以呢 這個呢 我很喜歡 我很喜歡它 對 而且它這個粉紫色呢 我覺得也挺春天的顏色 所以呢 春夏的時候呢 這個呢 就非常之美 另外呢 我就想推介這個 這個 Mark Jacobs的眼線膏筆 對 它是眼線膏 但是它是一支筆 那呢 我自己呢 就很喜歡它 為什麼呢 因為它上色度很高 它的黑色呢 是很出色的 而且呢 很像狗 那 平時上學 一條眼線膏 下課到晚上 到回家 它也是在這裡的 而且不會說融了 那條眼線膏 所以呢 自己很喜歡它 但是呢 比較 比較 大家用的呢 就是 會加 自己喜歡的 平頭掃 因為呢 我自己個人覺得呢 它的 筆頭比較粗 所以呢 我覺得 畫上去的時候 就比較 比較粗 身的眼線 就可能 未必那麼容易控制到 比如說要畫眼頭 或者畫幼細的眼線 就比較難控制 所以呢 我會建議用 平頭掃 自己拿眼線的份量 然後呢 畫上去就會比較順手 還有呢 可以畫到更幼的眼線 所以呢 我個人覺得呢 這個 這個Mark Jacobs呢 是 我自己覺得蠻驚訝的 因為我平時 不是很喜歡 Mark Jacobs的 化妝品 但是呢 這個 這個 眼線筆呢 就真的 驚訝了我 那 我覺得呢 挺推薦大家 去用 還有呢 我覺得呢 新手 或者不太懂 畫眼線的人 都會喜歡它 因為呢 它真的很好畫 還有 好出色 所以呢 大家可以想一下它 另外 還有就是 我想介紹這個 這個 眉膏 是 這個 TOOFACE 這個 TOOFACE的眉膏 我個人覺得它 乾得蠻快 但是眉毛方面 我覺得它 蠻好畫的 因為呢 畫完之後 連眼眉膏也不用用 還有呢 非常之好控制 所以呢 如果說 不是很懂畫眉的 大家都會很喜歡它 因為呢 很好控制 還有呢 它會附送一個 眉掃 還有 對 一個眉掃 他們自己的眉掃 那麼呢 我個人覺得呢 就蠻 蠻細心的 其實有這個眉掃 還有呢 我覺得呢 它的眉掃 毛都很軟滑的 所以呢 不會隨便 隨便送一個眉掃給你 我覺得 蠻好畫 還有呢 平時呢 如果你要畫粗眉的時候呢 它也可以幫到你 所以呢 這個 這個 TOOFACE的眉膏 最近呢 就是我最愛的 對 instead of 這個Kate 那 另外呢 我還想介紹呢 就是 這個 這個 E-TOOT HOUSE的 臥蠻筆 對 那呢 它這個 最近我非常喜歡 因為呢 臥蠻呢 平時我會用 亮色的眼影在下面打底 但是呢 這個臥蠻筆呢 就非常方便 而且呢 它裡面呢 有眼影在裡面 所以呢 每一次呢 就是在裡面呢 擦一下它 這樣就拿到眼影 這樣呢 你可以畫你的臥蠻 對 另外呢 我覺得呢 它亮色這邊 都做得非常之好 因為呢 它呢 我覺得呢 它的閃粉呢 它的亮 亮粉呢 非常之幼細 那呢 還有呢 我覺得呢 很好控制 另外一邊也是有的 一邊是啡色 一邊是 亮色 亮色那邊呢 就是打亮這個 臥蠻的位置 這樣呢 也蠻出色的 所以呢 我好悔 最近 最近之愛 臥蠻筆 你看這個 這個 那呢 還有呢 就是 想介紹這個 這個 應該大家都知道的 Planasonic的 電節毛膏 電節毛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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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這麼說 電節毛器 電節毛器 我自己喜歡它的地方 就是 因為它的溫度 不會去到太高 那 我覺得呢 就算碰到眼皮 也不會說 辣傷你的眼皮 或者不舒服 所以呢 就算是 你貼著你的眼皮 它的溫度 都會令到你 很舒服 那所以呢 就不會有 怕辣傷 或者弄傷的情況 而且呢 它後面 有一個很貼心的設計 就是呢 後面這裡 它是紫色的 那如果它熱了之後 就會變成粉紅色 那它整個粉紅色之後 你就知道 咦 它是熱的了 那就不用說 放在那裡等很久 都不知道它究竟熱了沒有 那要試一下 它就不用的 那你看後面 就知道它熱了 熱了沒有 那 還有呢 它是用電池的 那所以呢 它一個電池 都可以用很久 那 如果你不是長開它 浪費了一顆電池的時候 它可以用幾個月的 那所以呢 這個呢 我最近每一次都會 譬如上年睫毛高之後 我都會梳一下它 等它 等它 讓睫毛固一點 和一根一根分明一點 那它這個呢 就非常好用 而且它的頭是可以拆出來洗的 那所以呢 就不會說 咦 頭擠了很多髒東西 在那裡 那呢 就非常方便 這個 那另外呢 還想介紹的呢 就是這個 這個 Smith's Rosebud Slave 這個呢 它是一個潤唇膏 Lip Balm 很大一罐 它是一罐來的 那它呢 就 我在 我在Urban Outfiller看到它的 其實 那呢 它呢 也挺便宜的 這麼大罐呢 先8元美金 8元美金 即是7、8、56 57、58元左右 那它是很大一罐的 那呢 就可以用很久的 那平時呢 我就會睡前呢 塗薄薄的一層 嗯 用手指 塗薄薄的一層 在嘴上 那呢 就非常滋潤的 那呢 有時候我會 塗完之後再睡覺 那因為第二天 你的嘴唇就不會說很乾了 那呢 塗完之後呢 第二天的嘴唇就像喝飽水一樣 很滋潤 那呢 還有呢 它有淡淡的玫瑰香 那所以呢 我 是一個玫瑰狂迷的 那所以呢 這個呢 絕對呢 非常吸引我了 因為呢 我真的很喜歡玫瑰花的香味 對 那另外呢 其實呢 最後我想介紹的這件事 都介紹到口臭的 大家都 個個都介紹過的 那但是呢 我也不厭其煩地再介紹一次 就是這個 Shuemura的卸妝油 Pore Finis 那呢 這個卸妝油呢 平時 其實這個呢 都是我第一次用的 那 我用完之後呢 我自己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喜歡 那因為呢 平時我對卸妝油的印象呢 就是 卸完之後呢 很油粒粒 又或者 又或者 因為我平時是用 比較快速的卸妝方法的 我平時呢 就是用這一支 Maybelline的 其實它也是卸得很乾淨的 它也卸得很快 但是呢 我不喜歡的呢 就是 因為一用這種 Express 快速卸妝油呢 卸完之後 其實臉都很油 很不舒服 所以呢 之後呢 就 每個人都有推介 Shuemura 推介完之後呢 我就心想 都很貴 但是 想去試一下 我就買了一支 買了之後呢 卸了幾次之後呢 所以我發現呢 它真的卸得非常非常乾淨 而且呢 卸完之後呢 因為它有清潔度 所以呢 順便可以清潔你的肌膚 清潔完之後呢 而且呢 我覺得 洗完之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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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說很油膩膩 或者太乾 這樣 的情況出現 所以呢 我自己呢 就覺得呢 卸妝度 卸妝的清潔度 非常之高 而且非常之 好卸妝 因為呢 我平時用MJ的睫毛膏 大家都知道它防水度非常之高 就比較難射 而這個呢 就真的非常之好射 我只是 擠完之後 在臉上這樣擦 就已經擦掉了 所以呢 私心推介 非常之喜歡它 而且它是粉紅色的 我也是一個粉紅色的 那另外呢 其實我想告訴大家 就是呢 我最近呢 非常之喜歡這個Daiso Daiso 好像日本城 或者10元店 那樣 它呢 就非常之多 好東西的 其實呢 如果你喜歡 在那裡走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 其實你會發現 很多便宜的東西 的 好像這個 這個呢 你看它呢 好像一個櫃一樣 很小 但是呢 其實呢 它是裝化妝棉的 這樣呢 就是一塊一塊這樣 抽出來 就可以用的 你不用怕 沒有地方放好一點 化妝棉 怕它會髒 或者什麼 那它不會呢 你呢 你每一次呢 就在上面放化妝棉 蓋上它 那呢 一個呢 放在那裡 就是這樣一塊一塊的拔出來 那呢 方便快捷 乾淨 衛生 那呢 大家呢 都可以去Daiso 或者去這些10元店 尋寶 那這個呢 那麼別致的一個小小的海綿化妝盒呢 先買3元美金 3元美金 就是差不多21 20元 差不多23 23元左右 那呢 我非常之 覺得是非常之划算 買的 而且呢 我經常都在這裡找到很多好東西 好用的東西 所以呢 雖然不要說看它便宜 但是找到好東西 我才是重點 所以呢 大家平時呢 都可以去這些地方尋寶的 那 對了 那這次呢 我的推介就到這裡了 那 還有呢 希望大家快點快點 去我的Facebook Page 按個Like 然後分享出去 就可以得到 我送出的 我送出的 Etoothouse的化妝品 我會送出三份 全部都是我自己的暗可包出來送的 希望大家快點快點去按Like 那 還有呢 最近我做了我的指甲 好漂亮啊 對了 又在美國做的 我真的很喜歡三眼仔 其實 所以呢 這次分享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會喜歡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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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